早上好,来看着即时新闻 众所期待的iPhone 6终于在今天凌晨一点亮相 苹果发布会上除了推行4.7寸的iPhone 6 以及5.5寸荧幕加大版的iPhone 6 Plus外 先前谣传的智慧手表也同步亮相 不过不叫iWatch而叫Apple Watch 我们来看新的iPhone的规格比较 整体来说,新iPhone堪称是史上最薄的iPhone 至于iOS8处理器的续航力也有明显的提升 在相机方面,iPhone 6相机仍维持800万画素 苹果的手表起售价为349美元 预计在2015年年初上市 新iPhone将在下个星期五开卖 首批上市的国家包括美国、法国、香港 加拿大、德国、新加坡、英国、澳洲 以及日本9个国家及地区 根据往常的惯例 一般上大马要等到香港发售后的两个星期 才会在我国上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そこの上市的造成 para会广点栏目